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我们也会看一下多重系统退化症 MSA 的一些病理变化 另外我们会着重在我们要特别希望让大家知道一些关于治疗方式的问题 那什么是 MSA 基本上 MSA 是一种非典型的巴金森症候群 那典型的巴金森症候群就是我们一般大众上常想到的 就是关于会有一些颤抖啊 动作缓慢 僵硬等等 那这是典型的巴金森症候群 他们造成的原因是中脑部分的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 那也可以透过多巴胺的补充得到蛮不错的症状的改善 那典型的巴金森症常常发病的年纪是55到65岁的部分 那有一些类似巴金森症的症状 但是并不是典型的巴金森症的部分 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有可能是所谓的刺发性巴金森症 所谓刺发性的巴金森症就是这类型的疾病有一些类似巴金森症的症状 但是它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神经退化的问题 那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药物造成的类巴金森症 或者一些脑部的一些血管的阻塞 或者一些水脑的状况也会产生一些刺发性巴金森症 那MSA是属于一种非典型的巴金森症后群 它也是一些神经退化造成的现象 这是它的表现比巴金森症的临床表现来得多样化一点 那所以非典型的巴金森症有分为主要分为四种 那MSA是其中的一种 那其他的还包含了所谓的扩散性路易尸体症DLB 或大脑皮质基底核退化症CBD 跟进行性眼神经和麻痹的部分 PSP的部分 那这三另外三种加上了MSA 都是我们常见所谓的非典型巴金森症后群 或者是所谓的巴金森症外加的现象 Parkinson Plus的现象 那另外会有巴金森症后群的表现的人 有些人也可能是一些遗传性的神经疾病 产生一些类似巴金森症的表现 那他们的症状可能发病会来得比较年轻 那相对来说也有比较明显的家族史的部分 那MSA的部分它的盛寻率 在欧美地区比较有一个完整的调查 是大概每10万人中有3到4位 就是每10万人中的人口中有3到4位是现在是MSA的患者 那这个部分以台湾来说的话 MSA并不是台湾法定的所谓的坦见疾病或重大伤病 那不过在台湾的话 如果MSA的疾病程度有进展到影响到开始步态的话 就可以申请所谓的身心障碍的手册 跟一些身心障碍的认证 那这个部分在台湾主要的差异就是说 罕见疾病或重大伤病主要来 主要得到并有得到的是一些就医上的一些减免的部分 那但是身心障碍主要是一些社会福利的保障 例如说长照的部分 例如说处得税的扣角的减免 或者说家里有MSA有身心障碍的患者 可以申请残障车位等等 那这是属于身心障碍一种社会福利的保障 那在MSA的部分 只要疾病进展到一个程度达到走路部分 会有影响的稳定度的话 就可以申请身心障碍的部分 那基本上MSA是一个还蛮多种 就它是一个多重系统退化症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多样的表现 那一般目前定义来说是以年龄30岁以上开始 那大部分的患者还是跟巴青森症很类似 大概在50多岁到60岁的时候开始有发生 那其实整个疾病的发展的过程 大概从将近超过100年前 1900年有一个所谓的OPCA这个变化 就是说一些小脑或者是脑干部分的萎缩 那到了1960年有一个所谓的SDS这个疾病 是一个很厉害的自律神经的影响 那1961年有一些那个肌体核的部分的一些退化 那到了1969年才把它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多重系统退化症的现象 那临床的症状上 MSA的临床症状主要的表现上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非典型的巴金森症 所以它除了巴金森症的一些表现之外 它还会有一些像是其他的症状 那所以最常见它就是巴金森症的表现 加上合并的小脑的就是共济视角 就是所要有些不协调的状况 那另外会有一些自主神经的影响 产生一些自主神经功能的现象 在病理上我们看到左边巴金森症的图的话 它的主要的影响是在肌体核的位置 脑干的部分也是一个小区块的影响 比较不会影响到小脑的部分 但是多重系统退化症的话 它很早很早期就会有一些 小脑症状的影响 那另外脑干的部分的影响也很显著 那同样也是会有大脑部分的影响 几个常见的MSA的临床症状的表现的话 它会有一些巴金森症的症状 例如说会一些双侧肢体僵硬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虽然肢体僵硬啊 动作缓慢是巴金森症常见的症状 但是巴金森症的常见的症状表现在肢体僵硬上 通常是以单侧开始先发生 那到了大概疾病的进展之后才会变成双侧 而且整个在疾病的过程中间 两侧的表现程度还是会不一样 那MSA相对来说双侧的肢体僵硬的部分 会来得比较对称 而且对佐多巴胺的服务药物的反应 也通常不会像巴金森症那么好 所以它的改善的症状的严重 改善的程度大概也只有在30%到50%左右 并没有办法达到很显著的改善 所以有一些进步但是不像巴金森症 典型巴金森症那么明显这样子 那另外在颈部肌肉张力异常的部分的话 就会有一个好像颈部的 容易变成颈部有一个奇怪的姿势 有一个扭曲或者是一个异常的姿势 维持僵在那边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有图看到 另外会有一些喘民 喘民的话就是说呼吸的声音异常的 有一个在声带那部分的问题 造成呼吸的声音很大 而且好像呼吸很不顺畅的感觉 这个症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严重 那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自主神经失调的现象 自主神经失调的话 容易会有一些所谓的姿态性低血压 那所谓的姿态性低血压 就是说我们的测试的状态下 就是从躺着到坐或站起来的时候 血压的部分在收缩压下降超过20毫米拱柱 在收缩压下降超过10毫米拱柱 姿态性低血压通常会合并造成 所谓的姿态性头晕的症状 就是说您在躺着一下子从坐或站起来的时候 因为血压快速的下降 那造成脑血液循环不够的状态下造成一个头晕的现象 有些严重的患者甚至会昏倒 那另外也有可能自主神经的现象也产生在控制尿液的部分 排尿会有没有办法解释的尿液的治疗 就是说尿不出来或者是尿失禁的状况 那这当然需要排除 尤其是如果这个年纪的是55到60岁以上的男性的话 要排除一些摄护线的问题 但是都排除了之后还产生了一些 排尿的困难的话 就要怀疾自主神经失调的部分 那一些所谓的小脑共济失调 就是说我们变得步态 就是走路需要变得比较宽步伐的感觉 大家可以想象有点像是喝了一点酒 走路不平稳的感觉 需要脚需要宽 脚的步距需要两脚尖 需要宽一点才有办法能够让身体维持平衡 或者说有点像是你身体快速旋转了之后 旋转好几圈之后有种头晕的感觉这样 那另外也容易有所谓的眼球震战 眼睛看东西的时候会有点晃动的感觉 那说话的声调跟声量都会有一些起伏 变成比较不稳定的现象 那传统的八经声症是以声调单一 比较呆板因为小声为主 那通常这个MSA的部分 在小脑部分的表现的话 声调会起起伏伏 好像音律跟整个节奏都很混乱的感觉 有时候忽大声忽小声 那会忽快忽慢的节律这样子 那另外在MSA的临床症状表现来说的话 常常见现象跟典型八经声症比较不一样 它在三年内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快速的变化 例如一般来说八经声症的后会产生的这些快速的退化 大概都好像说是在五年或五年以上 但是MSA的患者一开始可能有一些类似八经声症的症的表现 但是在三年内症状的可能就会快速退化 或者说三年内就有显著的姿态不稳 走路不平稳啊走路需要辅助甚至很容易跌倒等等 那或者是三年内就有很显著的吞咽的问题 那这就是说跟刚刚那个喘民一样 就是说有一些吞咽的障碍 我们猴头那边的肌肉的一些工作的不协调 来造成的一些现象 所以这些症状在典型的八经声症 通常大概都是在疾病五年或五年以上 这才开始有比较表现出来的状况 那在MSA的患者可能在前三年内就有这类型的现象 所以三年内的一些八经声症状 但是很快速的变化的时候 的确也要让临床医师或者是要让病友 想到说这可能是MSA的现象 那另外MSA也有可能产生一些非动作的症状 那什么是非动作的症状 就是说不是不只是八经声症的表现 那不只是一些走路不平稳的表现 像是肢体末端的或冰冷变色 这个就跟我们那个自律神经的失调有关 因为自律神经管我们的血管的收缩跟放松 当肢体末梢的血管异常的收缩的时候 那我们末梢的肢体末梢手指尖或脚指尖的部分 就容易有一些冰冷或变色的状况 变得颜色比较苍白的部分 那所谓的病态性的笑或哭 就是说我们注意到病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忽然间就呵呵笑 他或者忽然就流眼泪下来 但是他的其实情绪并没有相对应的起 那这种的笑或哭其实是一个我们身体脑部退化的一个表现 造成一种类似反射的现象 那这个就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哭 跟随情绪产生一种哭或笑的现象 那另外MSA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认知异常 或是失智的现象 那这个失智的现象可能就会这样 一开始会表现在并不是以记忆退化为主 反而是一些可能是思绪变慢 那甚至产生一些像是幻觉或妄想的现象为主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以图示的表示来方式来看看说 什么样叫做肌肉张力异常 我们看到左边这位患者 那他脖子的部分维持一个很 就是不正常的前颈的姿势 那这个姿势通常就表示说他的那个肌肉 在肌肉张力异常的状态下 肌肉会有一些不正常的收缩的现象 那肌肉不正常的收缩就让他就会张力 他就有点类似僵在一个姿势上僵了很久的感觉 那自律神经四条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会有 手脚末端冰冷的现象 就是因为手脚末端 肢体末端的血管过度收缩 造成肢体末端的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液 然后产生颜色变得比较苍白 或者是很冰冷的现象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还有所谓的就是小 就是我们的小脑异常的时候 就会所谓的共计失调不平稳的状态 不太不稳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 左路需要变得比较宽的步伐 然后才会避免让自己的或者重心压低 甚至身体会有一些晃动的状况 才会说才可以避免跌倒 那但是通常这类型的患者还是有很容易 很高的机会在巴金森症的前两三年就开始产生一些跌倒的现象 那主要就是因为MS它是多重系统退化的 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点复杂的病 所以它会有一种两种的亚型 那就是一开始的表现有所谓的巴金森亚型 那这类型的巴金森亚型 它可能就是以巴金森的症状为主 合并一些自律神经功能的影响 那它脑部一些病理变化产生的区域 主要是在中脑或者是在机体核的部分 那如果是小脑亚型的部分 就是MSAC的部分 它一开始的变化反而是在机体核的小脑的地方 它的一些不正常的小脑的一些 不正常的蛋白堆积 或者小脑的结构的一些退化的部分 就会在小脑比较明显 那不过到了最患者的 比如说中后期的时候 大概将从半数到接近75%的患者 都会合并 同时有两种症状 那就是变成两种亚型合在一起的话 就会变成它同时有巴金森的症状 由于小脑的一些共济失调 就是不平衡的现象 那同样的也会有一些自律神经的问题 那在临床诊断上 其实MSA并不是一个容易诊断的问题 那以我们目前脑部结构算是解析度最好的一个检查 叫MR核磁共振来说的话 其实能够被诊断 却在核磁共振就能够诊断出来的MSA 大概有50%到70%的患者 那有几个典型的表现 那像是左边我们看到所谓的十字面包 大家就是看中间中脑那个区块 有一个像是十字形象面包 那这个白白的部分就是可能有一些涂奶油的地方 但大家想到说以前法式的面包 会有这种十字面包的表现 那另外伪状核的这个边缘这个表现 就是说在右图B那边箭头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时候 就是伪状核的部分那边有一些比较亮的状况 那就是一个神经的萎缩的线 但是这些症状都不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有这样现象的患者一定是MSA 那或者是没有这样的现象患者就不是MSA 所以敏感度的部分是大概50%到70% 那特异性就是没有这个问题 也不全然能够完全排除MSA 所以核实共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足够完全 就是完全仰赖的临床诊断的依据 那通常我们还是需要所谓的多巴胺的摄影 那多巴胺的摄影的部分在国内 大部分就是所谓的塔球球 就是Tour Date 这个以台湾的部分来说 那当然外个是就是亚洲其他国家 或者是有其他地区的可能有不同的多巴胺的摄影 那多巴胺的摄影的好处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在基底核的区域 多巴胺的神经是不是真的有开始减少 来造成多巴胺的变差 其实以多重系统退化症 MSA跟巴金森症来说 这两个疾病都会有多巴胺摄影的一个变化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表现来区分 巴金森症跟MSA 那巴金森症我们常看到就是 它是一开始是以单侧的减少为主 所以我们看下面那个图 它大概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在图上中间两个红红的区块 就是多巴胺神经特别充分的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相对来说这个个案的 它的一侧的整个红色亮的区域 就减少了很多 那相对来说另外一侧还蛮健康的 那所以蛮不对称的状况来说的话 通常就显示是巴金森症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巴金森症的症状通常一开始的时候 是比较单侧发生 那比较不会有 就是到了比较中后期才可以双侧 那多重系统退化症MSA的部分 一开始就会很两侧性都表现 所以它在早期就有双侧 而且对症性的多巴胺分明 所以以上面这个彩色图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它两侧的那个多巴胺神经 当然还是有点差异 不过两侧都很显著的减少 而且这个减少基本上 就是都很明显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MSA这个疾病 它产生的那个神经退化 是来得比较快 而且比较均匀对称的部分这样子 那我们在做MSA的诊断的时候 除了刚刚讲的核磁共振 除了刚刚讲的多巴胺摄影之外 有一些状况下 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排除其他的遗传疾病 那虽然比率不高 这类型的遗传疾病 通常大概只占MSA患者的1%到3% 不过如果有明显的家族史的话 可能还是要去注意来排除 那什么叫有明显的家族史 说的尤其是一些像所谓的险性遗传 就是家族里面几乎每一代都有 而且每一代里面的那个 就是有这样离病的患者可能不止一位 那这种状态下 就是通常如果症状上是以小脑失调为最主要表现的话 那我们要考虑就是所谓的像是SCA这类型的疾病 就是小脑的脊髓退化萎缩症 那这不过这类型的疾病 常见的话就是以 就会比较年轻的时候开始发生 大概30到40岁 那最晚只有在这个SCA6的部分 会晚到大概5、60岁 会比较类似MSA 那有一些患者会有所谓的像是剪刀角 就是他走路的时候 两脚的张力非常强 很紧绷的感觉 有点像是我们看到一些 那个脑性麻痹的患者 但是他们的时代比较晚 大概30、40岁才开始发生的 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些 遗传性的高张 肌肉张力的问题 有时候也会类似MSA的一些诊断 MSA的治疗 其实药物治疗大概是一个部分 但是它不是全部 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些帮助 那像是在巴基金森症的部分 就需要使用一些足够多的 多巴胺的药物来补充 虽然症状只能缓解完这30到50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帮忙 另外可以用肉毒感菌素来注射 来减少我们刚刚讲的 肌张力不全 就是肌肉过度收缩的状况 自主神经失调的部分的话 那就是我们刚刚特别讲的 姿态性低血压 如果血压真的很低的话 那可以用一些生血在压的药物 但是如果是血压没有下降那么多 我们使用弹性化的话 可以避免身体的水分 都留在脚的部分 可以让血液循环比较改善 那如果容易酿液 排尿比较不顺畅就需要倒尿的部分 小脑平衡不好的话 比较难用药物来控制 大部分需要用一些平衡及复健的部 就是复健的部分来部态做 来训练来得到一些改善 那其实MSS的患者 其实他其实不管各位病人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 只有来医院来看到医生时间很短 所以很重要的时间是居家的部分 怎么样做一些自我的照顾 那居家的自我照顾就非常重要 很多事情在居家中 如果得到一些小小的改善的调整的话 就可以让居家的部分生活来得更安全 也更舒适这样 像上厕所的部分 我常常晚上要起来上好几次厕所 因为排尿的问题 那这时候如果整个 因为晚上整个走路的动线上 比如说暗 或者是说 有时候走起来头晕晕的状态下 容易跌倒的时候 可以在房间就使用变盆 就是等于在房间的部分如厕这样子 那选择马桶的话 那个马桶的座椅要高一点 而且最好因为高一点的话站起来 比较不费力 也比较不容易平衡不稳 而且最好要加装扶手 那因为手部的动作没办法很快 但是牙齿的清洁又很重要 可以考虑使用电动牙刷 洗澡的时候 的确蛮容易发生不平衡 但是如果是说 还是想要自己洗澡 不想要家人帮忙 或者看护帮忙的话 可以考虑坐着洗澡 坐着洗澡的部分上就比较安全 那当然就不要用固定式的花洒 就是那个喷水的部分 尽量还是用一些 就是移动式的花洒 才可以比较照顾到每个部位 不用身体来移动 避免跌倒 那使用一些长柄的海绵或沐浴球 可以帮忙照顾到 擦到身体的每个部分 也不要用过热的水 免得就是洗完之后 会像泡完温泉这样 有些滴血压的状况 容易头晕得更厉害 穿衣服的部分 用套头的衣服 减少扣扣子的衣服 扣扣子的话 在前面的扣子 当然要比后面的扣子 容易穿多 扣子可能就要大一点 因为我们动作相对来说 比较不协调 或者用拉链 鞋子的部分 最好用直接套上的鞋子 就可以不用绑鞋带这样子 那在日常生活的部分的话 每天都要有一些休息的时间 如果有时候持续整天活动的话 太累的话 会造成整个活动状况很差 那如果因为神经 因为血液循环的关系 脚有些水肿的话 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就记得把脚抬高 让血液循环 让水分就能够流回心脏 日常生活的家务是就要简单 然后让我们有一些多余的精力 来做运动 运动才可以延缓 我们神经的老化跟退化 所以我们把简化剂的工作量 定下实际的目标 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在一天最有精力的时候 来进行这样的 而且在进行活动之后 要稍失休息 有时候容易有一些流口水的现象 因为我们吞咽口水的动作变差了 所以可以含一些糖果 或者脚口胸来刺激吞咽等等 那喝水用吸管 可以训练脸颊 或咽喉的肌肉 那可以用汤匙或叉子来代替筷子 在家里的部分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预防跌倒 在家里的部分 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浴室是最危险 其实最常发生跌倒的地方 是我们在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地方 其实就是客厅 所以我们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 客厅的注意到走道上 有没有一些杂物或电线 要尽量排除 因为如果使用地电的话 用双面胶避免固定 避免滑动 然后那尽量在家里 即使你就不要穿传统的拖鞋 要穿包鞋就稳固这样子 上下楼梯跟厕所都要有扶手 那室内都要尽量保持明亮 即使冬天也要开 冬天白天的话也要开灯 那厕所要选用这些止滑电 如果要打翻的议题 要尽快能够清理免得造成滑打 那如果当疾病进到一个比较中重度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些心灵的依托 那这时候不管是宗教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个人的修养的部分 都会有帮忙来帮助自己 或帮助教护者的部分 目前总结来说 其实治疗MSA的部分 药物的部分 相对来说没有办法 像巴金森提供那么好的照护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多透过一些附件 然后能够再来减少一些吞咽的问题 那也透过这样的状况下 然后让自己身体状况维持得更好 有机会的话 还能够参与国内外未来新的一些科学研究 然后来测试参加一些临床试验 得到一些新治疗的机会 那在国内的话 其实台湾巴金森持久协会 其实也有照顾到这类型 非典型巴金森症的患者 所以可以在脸书 或者是在YouTube的频道上 找台湾巴金森持久协会也找寻 其中我们的一些推广教育讲座 来介绍非典型巴金森症的部分 最后总结的话 其实诊断MSA其实不容易 需要搭配MRI 需要搭配多巴胺扫描 跟一些临床的症状 才能够精确的诊断 那多巴胺的药物 其实也会改善部分的症状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它也有一些极限 所以要搭配多的一些附件的活动 那血压的部分 如果有些知识性低血压 要特别小心 要避免头晕或跌倒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在居家自己的照顾上 把自己的环境调整好的话 其实会比吃药来得更有效 那肌肉痛就是要避免跌倒 而且身心要有依靠的部分 然后可以透过自己 或者是寻求家人宗教的部分的协助 然后甚至也可以参加一些病友团体 来分享一些经验跟互相支持 那我今天简短的演讲就到这边 那等等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都很欢迎 我很欢迎大家来提问 那我就会在线上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